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在汽车都在不断追求越来越高的安全性能 但是无论驾驶什么车到了幽暗的深夜 我们都会发现光是凭借车灯和难看清前方的路面 行人以及建筑物 尤其是距离较远的位置 为此奔驰旗下的S系列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就专门在车上搭载了一套非常人性化的夜视系统 这套夜视系统分为主夜视系统部分和辅助系统部分 主系统就是通过车上的红外感应装置发射和接受信息 并将收到的信息以图像的形式显示出来 让驾驶者观察 辅助系统配合主系统各项工作 从而实现信息的高精准度 整套装置分布在车的不同位置 例如摄像头置于挡风玻璃的上方 红外线发射装置位于车灯内的一侧 图像显示则通过仪表来实现 另外还要说的一点是 这套夜视系统只能在夜间工作 在白天即使打开系统开关也不能工作 因为这套夜视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周围环境的亮度 只有在亮度低暗度高的情况下才能启动 温尺S系车搭配的这套夜视系统 为夜间行车带来了更高的安全性 它能够显示车前方几十米以内的事物 并且能够很清晰地呈现在显示器上 同时这套装置大大减轻了驾驶员夜间驾车的压力 使其轻松不少 总之这一非常人性化设计 真的是非常可靠而又实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